这两盆月季已经缓了五六天了 这个状态非常好 现在我就把它们搬出去正常养护 我就把它们放在这个地方养 这个地方每天大概可以晒到五六个小时左右的太阳 对于月季来说只能是勉强够它的生长和开花 因为这个月季它是非常喜光照的一个植物 光照越充足它开花就会越爆 然后就是这个月季摆放的地方通风一定要好 通风好的话这个月季就不容易得病长虫 另外这个月季是非常耐寒又非常耐热的 所以放在这个地方完全没有问题 这盆红残花种下去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现在它的这个状态非常好 上盆的时候自带的那个花已经开败了 现在已经孕育了很多花类密密麻麻都是 而且还开始长这个新芽了 现在就把它搬出去正常养护 我就把它放在这里养 让它爬这个竹子的蓝山 这个地方每天大概可以晒到五六个小时左右的太阳 对于这个红残花来说是可以够它的生长和开花的 当然如果刚照越充足的话 它的开花量就会更大 另外这个红残花不是很怕乐 但是有点怕冷 在北方的话冬天一定要搬到室内去过冬 像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冬天就可以放在室外 所以我就让它爬了 那么慢慢的 就这种小时的一切都会有点 就像一个小时的一切都会有了 您的手里